我很想问你算是一个怎么讲 心房很重的人吗 我是一个很多变的人 所以你揭开一层面纱 发现里面还有一层面纱 然后里面还有一层面纱 像洋葱一样一直一直拨拨拨完 如果你愿意 不要不好意思 我太投入了不好意思 就你要一层一层一层地揭开 你现在可能才第一层而已 等一下那你们朋友已经是 已然已经很完全了解 没有 没有 没有这样子好吧 没有因为 不能说是朋友不了解我 因为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拨开 完整的我自己的心 其实你算是一个很深奥的人 对 连我自己都没研究明白我自己 所以怎么能去指望别人 明白我 了解你这样子 所以你是对任何人 不管不分对象的 你都会无法表达 对 不管久不久 就都挺奇怪的 那你怎么表达情感呢 你会以什么方式 我不怎么表达情感 我的我生长的家庭里面 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那种 就非常典型的 那种不怎么会表达情感的家庭 就对我来讲 我愿意去跟你 去不管是像我刚刚我跟莉莉说 要不咱们一块去划划板 或者我跟子玄儿 就是咱们发一首歌 这都是 就是我想跟你 进一步交往的一个 一张票 就是我去主动邀约你去 咱们去干件什么事情 但我不太会表达 就是说咱们做朋友吧 或者说咱们能不能继续好 就是这种我不太会说出这种 橄榄枝我不太会 所以我们都没有私下一起玩过 所以你说会私下一起聚的吗 肯定会啊 但是机会一起玩 时间特别少 因为浪姐下来之后 大家实在太忙了 所以本身每一天都在外面跑通告 所以我刚刚跟莉莉说 你不是想去划板吗 我说咱们回北京一块划 然后她就说你哪有时间啊 你有时间吗 然后我就说我一定会有时间 因为我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变了 我是觉得现在确实我们要努力 但是在努力之余 我们是要有一些时间去跟自己和解的 让自己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选择 好像你不会做任何 让自己不舒服的事 对 不会做任何浪费自己时间的事 或者说就是我会尝试 当你发现这个趋势不对 或者你觉得我并没有从中享受到什么乐趣 比如说你参加了无数通告 但那个给我带来的乐趣还不如我去楼下喂一天流浪猫 她对我喵喵叫的那个感受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那我可能就在这放一礼拜假我觉得更值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对于动物可以那么直接地表达情感 但是对于人不能 因为他给你的情感回复也很直接 他没有任何的假装 所以比如说你会喜欢对你很热情的人吗 也不是 对啊 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那种感情你得是很真挚 但是大部分人他做不到 你也不能要求人他都是真挚的感情 咱们之所以很多姐姐互相喜欢是因为咱们经常提到一个词 就是真挚 就觉得你很真 卡姐也很真 大家都很真 大家会感受到这种真挚 然后你会觉得我喜欢跟你相处 当你感受到有些人他不够真挚的时候 特别这样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 就觉得这个场很奇怪 你就不敢去尝试了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人到底他是不是真挚的 你不想再去受伤 或者再去体验他的那种白眼也好 或者那样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去浪费这些时间 但是我对待的每一只猫 每一只狗 它都很真挚 所以我就知道 只要我去接触你 你就会很真挚